现在我宣布 越战越勇的挑战 正式开心 我妈是北京法官 我爸是兄弟王的 好可爱 我姐姐比较霸道 非常喜欢喜欢我 就你一定纯洁有空 没上春晚的就给一个 对吧 我们不一样 要是没有人会 那你不就白下了吗 挑战不处不在 为梦越战越勇 我是主持人王主 欢迎各位收看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频道 越战越勇 为梦畅响 欢迎电视机前 所有爱唱歌的朋友们 来到我们的舞台 进行挑战 您可以通过 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现在我宣布 越战越勇 挑战正式开始 有请一号选手 风台 主持人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一号选手杨帆 我来自辽宁 今天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 心情非常的紧张 希望大家掌声给我鼓励一下 好不好 不是你是谁呀 这是越战越勇 你怎么还主持上了 今天是我们儿童专场 你这个当叔叔的 你来凑什么热闹呀 这小孩口气够大的呀 感情是嫌我岁数大是吗 我跟你说平时一看就是 你爸爸妈妈在家里 没有起一个好的榜样作用 曹云姐 你是我亲姐 你给评评理 我在这儿一上台 整个小孩把我位置给抢了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你知道我特别的欣慰 今天 哎呀时光飞快呀 我儿子都当了 越战越勇的主持人了 我心魅了 等会儿 你儿子都当了 你是曹颖 他儿子呀 孩子一看你就是 长大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你那么一个有厉害的妈妈 平时有看妈妈主持节目吗 有 你觉得妈妈主持的好不好 好 妈妈和杨叔叔主持 你觉得我们俩谁好 都好 呀 什么会做人呢 我觉得 就从这一点 将来是一个好主持人 你刚才说的很对 因为今天是儿童专场 所以今天在台下 好好来感受我们的节目 对不对 来掌声欢迎小王子 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谢谢 没有刚才 我看说的还挺右 越战越勇的口播都说了 唯独拉了一条 本栏目是由不止养鲜 更能保鲜的荣生冰箱 独家冠名播出 荣生冰箱质量保证 为什么小王子上来主持呢 因为今天所有来挑战的选手 全部都是小朋友 他们也来感受一下 越战越勇舞台的魅力 而且特别节目的一大改变 就是我们的评委 进行全新的升级 C位 掌声欢迎曹颖 为了挑选曹颖 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所以今天其他四位 也都是我们华语乐坛 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位 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首先有请 好地 又会唱歌 又会表演的小葱花 另外 你看小葱姐的这一边呢 这不是一个人 有请我们越战越友 人工智能评委 小爱 欢迎你 大家好 小爱你好 我是男大电视机器人小爱 在这里小爱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苏联是苏聚生永住 做得真好 小爱也没有个哥们 一会怎么投票呢 好 继续介绍 最后一位 来自遥远外星的李丁 李丁哥哥 李丁为什么来到 《月战运勇》的顾伟席来当朋友 因为之前在我们去年 《月战运勇》做的一个特别节目 喜剧版当中 我用我的歌声打动了 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还有评委 因为我唱得真的实在是太好了 就是 不是 我之前只听过一句话 叫脸大不害臊 我不知道牙大还不害臊 好 那接下来我宣布 《月战月勇》 特别节目 挑战 开始 掌声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 李奥利 蓝蓝蓝的大尔顿 大鱼马 蓝蓝的冠宫战场上 蓝蓝的天位 白蓝的曹操 黑蓝的张飞 叫张张 metric 李热蓝的 富族 商人 富族 又 可爱 也 好 欧莉 您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李欧莉 今年六岁了 我是一个混选儿 我妈是北京的 我爸是新西兰的 那你是在北京长大 还是在新西兰长大 我在北京长大的 话说回来 刚才你知道你表演的 这个叫什么吗 变脸 川剧变脸 川剧变脸 听说很难学的 非常难 你学了多久 有一阵子了吧 这个戏符非常重 而且在我们中国 我们都知道 这个川剧变脸 是很神秘的 一般不学的人 是不知道 这其中的秘密是什么 对 既然你今天来做节目 你就给我们讲讲 你这脸都是怎么 叉叉叉变的 秘密 不能说 我知道不能说 这样 你只要告诉我 那个盒子里面的东西 你都可以拿走 我不要 你确定不说 是秘密的 奥利 奥利 要不然这样可不可以 就是如果你告诉我们的话 小爱你可以先带走 小爱很可爱 我也会变脸 你也会 小爱你也会变脸吗 说到这个 我可拿手了 那你变一个行不行 变呢 三 二 一 变 眼睛变了 所以你看李奥利 你能有什么神级的 我们随便一个评委都会 可是他知道变脸的 秘诀在哪 那你说说看 我只告诉你一个 就这么火 就奥利 都说这套出来了 不可以告诉他 不可以 不难为孩子了 但有一点 刚才奥利讲了 他是混血 爸爸是新西兰的 妈妈是中国人 然后你生活在北京 那考考你了 北京话你会说吗 当然会了 北京话只是带点儿子音 比如像尖 棉 碗 盘 探奥班 厉害了 那个我们好地 就是地到了老北京 来对几句话吧 我告诉你 你别说 我跟你讲 我是北京人 你说的比我地到 北京话 要不我跟你说一个呗 好 来 展示一下北京话 那是墙 跳三跳 过去就是帝王庙 帝王庙 摇葫芦 过去就是四排楼 四排楼东 四排楼西 四排楼底 小脉故意 好 谢谢 说的真是太棒了 说真好 这是北京话吗 刚才杨帆说的 这个是北京皇城里面 一种职业 然后他经常会用 这样的语气来说 把那个牙大都拖出去 牙掰了 杨公公饶命 都是这样 听着我台下一看 那个画面特别的温暖 台下那是妈妈对吧 对 那是弟弟 在中国过春节 就要全家团圆 怎么能让妈妈和弟弟 在台下呢 你给他们请上来 好不好 去 妈妈 弟弟 来上来吧 好 你好 你可以讲中文吗 可以 那你跟大家 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 我叫曲多多 今天我四岁了 你说高厉 我是曲多多 她是我的小助理 她是你的助理 大家好 大家过年好 我是这两只的妈妈 这两只 这两只 什么意思 这两只 我们家比导论只 大只小只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挺难得的 你看小朋友这个年纪 应该比较调皮 往往学的任何东西 都以兴趣为出发点 最大的困难的就是 很难坚持下来 特别是像这样的 我们传统艺术 变脸 学的时候 也说了衣服很重 学起来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枯燥 而且还有戏曲的功底 对于一个 其实有一半 外国血统的孩子来讲 她接触起来就更难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小的时候 我的妈妈 她的姥姥 有时候会听戏 然后可能会 耳朵木染吧 多少 然后她就会 很喜欢传统的东西 可是你知道 这个坚持挺难的 因为我们采访过 很多就是以前一些 专门变脸的 这样的表演的艺人 他们说因为戴上 那个面具有很多层 就没法呼吸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 都就是一戴上 那个面具 你看奥莉一直在点头 就是都是要上场之前 再赶紧去准备 因为一旦准备以后 你呼吸特别困 而且很热 奥莉你难不难受啊 不难受 那个很憋耶 你会不会觉得 呼吸都呼吸 就不畅 有点 其实估计是已经习惯了 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因为它是 六斤半的戏服 再加上它这个帽子 反正就是挺重的了 光这套行头 就六斤半了已经 那你干嘛要学这个呀 多辛苦啊 都喘不过气来又热 因为我喜欢 我有一次呢 去四川录个节目 然后看到有一个奶奶 后面拿着一个 变脸的一个小木偶 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从那开始 我就特别想学变脸 回来之后也正好 有一个师傅 在叫我变脸 那你不觉得特别地苦吗 你愿意练吗 愿意 自己喜欢的 再苦都坚持是吗 嗯 真的 弟弟叫多多对吧 你会变脸吗 不会 你会什么 我会 轮滑 你会轮滑 对 他好会歌谣 歌谣 你会唱什么歌啊 那个我和他一起来 准备好了吗 弟弟 根本不需要你准时 因为他正好是春节的时候嘛 那我和我弟弟就来一首 过年的一个小时吧 那行 准备好了吗 弟弟 好了 一二三走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莉莉拉拉 二十三 二十三 糖瓜粘 二十四 扫房子 二十五 磨豆腐 二十六 二十六 运满肉 二十七 宰公鸡 二十八 把面发 二十九 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出一出二 满街走 满街走 好 通过这样一个歌谣的小糊涂 我看出来了 弟弟去多多 确实是助理 而且其实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还挺感动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 其实有这个跨国的一段缘分 然后这样的两个孩子 在你们这个家庭当中 其实是很注重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有 我是很小的时候 然后我妈妈就送我去新西兰上学了 然后后来就遇见了爸爸 然后我们就决定说 就是有这么设想 想把他们就是生回到国内 然后因为 他们俩是在北京出生 对 然后爸爸也是放弃了 就是也算是高薪的职位吧 很重要的 就是他自己的事业吧 应该算是 然后就是来到北京 然后和我一起 其实就是为了想让他们 真的就是为下一代 想让他们把这个传统东西 正正地学好 是这样子 所以无论是这个语言也好 文化也好 习惯也好 一定不是交出来的 一定是潜移默化的 是他生活当中的习惯 对对对 习惯 这很重要 对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在聊这些的时候 我也很留意台下 我们的评委席 其实是有几位评委陷入了沉思 比如说好地 他一直在 在若有所思地来看我们的台上这段访谈 因为他没听懂 好地一直在等母语出现 所以我们就偏偏不讲英文 对吧 其实现在中文也算好地 你半个母语了 对吧 我们讲这些其实能听懂吗 能听懂能听懂那肯定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没有有一些困学啊 就是他们会比较偏这个国外那种性格啊 那他们他们这个奥利奥呢 他是比较那种比较中国传统的那种感觉 奥利奥 不是奥利奥 你非得跟饼干 你也可以叫奥利奥 还是说连接正名吧 小桑花忍不了了 小桑花你想说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标脸吧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必须得传承下去 所以吧 要是没有人会 那不就白瞎了吗 我的天啊 评论席上最有水平的一位评论 真的 咋像六岁呢 像六十岁呢 有人会 或者有一个人会还行 那没有人会 那咋整啊 对啊 对啊 谢谢 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 其实我有过一点点担心 因为所有登台挑战 这些都是小朋友选手 我觉得他们上台会不会 不太好掌控 另外他们年纪比较小 上台会不会紧张 其实我一看到名单啊 李奥利来登台 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因为之前 我跟奥利是有过接触的 对 合作过 我知道 虽然年纪很小 但这也就是一个老演员了 所以今天上台对于你来讲 应该不紧张 对不对 不紧张 好 最后一个环节 让你的妈妈和弟弟 给你加加油 弟弟先来好不好 去多多 给哥哥加加油 加油 就是那么普通加油吗 在家里边有没有兄弟俩的 带什么动作呢 加油 好 这当时是没做 在舞台上 我觉得奥利是最棒的 所以我相信他 奥利你是最棒的 接下来舞台留给你 好不好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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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长大 也胖胖着回到冬前 如今北京面花大家有目共睹 多少年的生存就由北京自己猜渡 这次古老与现代的花财巨都 开启几种梦式让世界再次逐步 说千年的文化底蕴流传着经过 旧花贼大都市如今万人一息 它是文明的古都 是我的仙藏罗尔河感 你从来不会让还是忘 对其大路转开 成为你村里倒败 后果北京从来不会跟你见外 向来是五五四海的八分明课 北京欢迎年美省年轻常坐坐 北京面熬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 全身念不给你达了更大的能量 他有自己历史难得也就开放 他首都市古都 他也是我的家乡 怎么样 我没有说错的 自身小演员 上台表现力太强了 一点也不紧张 今天你是第一位登台的选手 希望你开个好头 你现在成为了我们的泪主 请到泪主区 加油 谢谢 这里是《越战越勇》春节特别节目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二号选手 卢俊宇 大家好 你没介绍你今天几岁 六岁 六岁 那么酷 你是哪里人 广州人 广州人 广东的朋友 这个俊宇你今天这身造型 你模仿的是哪位大侠 黄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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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喜欢他吗 对 有多喜欢 很多很多 一百都有 一百个喜欢 对 黄飞红的最厉害的那个招叫什么 佛山乌云角 啪啪啪啪啪 对吧 对 你会吗 我还不会飞呢 你会别的功夫吗 黄飞红的 其他招式 你先来一下 佛山乌云角最后我教你 先来一个小展示 好不好 好 来 传世凌云 侠气初天 金字转转 转过中华 大线 红星万重 哇 还打音效呢 看 一星红人 好可爱 好 好 好 大 大 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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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 好 好 大 好 一星红人 哇 中华 厉害 不动 一星红人 帅不帅 帅 帅 哇 小黄飞红你好厉害啊 而且杨帆有没有发现 你看她刚才那个眼镜 不管掉也好或什么也好 还有你过去影响不了她 她意志非常的坚强 那个永远影响不了她的动作 所以叔叔得问一下 刚才打拳打那么狠眼睛掉了 不是因为脸没有感觉吗 是因为你在打拳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不能影响自己对吧 打得不错 天资不错 叔叔也是习武之人 你刚才不是讲你佛山无鹰角不会吗 想不想学一学 今天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叔叔帮你圆梦好不好 佛山无鹰角一般都踢谁的 踢坏人的对不对 对 你看台下那五个人 谁长得最像坏人 咱们上来让她配合一下 好不好 实话实说没问题 你一直看着好地是什么 你怎么盯着我啊 你戴着墨镜 你还能看清楚我 戴着墨镜也看出你 来来来来 有请好地叔叔上台配合一下 太可爱了 博山无鹰角嘛 你看那电视剧 对不对 你看那黄飞鸿怎么样 跳起来那脚 对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这个人就是坏人 好 接下来这个人就是坏人 还没开始就结束 但是好厉害 说实话 看资料的时候 说六岁的小朋友 上来要展示一段什么中国功夫 我以为也就开开玩笑 花拳秀腿展示一下 但是小伙子真不一般 你好厉害 你的功夫是跟谁学的 跟我爸爸学的 他是一个武术教练 爸爸也喜欢黄飞鸿吗 对 所以爸爸他学黄飞鸿 他有什么是辈分吗 他是第几代 他是第七代 我是第八代传人 爸爸是黄飞鸿的第七代传人 对 你是第八代传人 对 好地你刚才上来互动了 你是第九代 那太丢人了吧 妈妈也是练功夫的吗 不是她是练个中国舞蹈 那也跟舞有关 今天谁来了 今天我爸爸妈妈来了 都来了 台下座那是爸爸妈妈是吗 对 咱们给她请上来好不好 好 来掌声有请 俊宇的爸爸妈妈 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卢俊宇的妈妈 同时也是一个舞蹈老师 大家好 我是卢俊宇的爸爸 同样也是他的武术教练 那学武术是俊宇自己的想法 还是家里老爸的想法 他是比较有兴趣 他比较有兴趣 但是呢 比较不愿意 因为怕苦怕累嘛 然后他好像我上课一样 我上课 我上多少节课 他必须要上多少节课 一练就是一整天 是其他小朋友的那些 双倍的训练强度 然后下课了回到家 他也要继续训练 练一下体能跟基本功 天生对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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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小朋友应该很难 是这个哭吧 对啊 他刚开始是 真的是比较抵触的 他不会哭吗 因为孩子有时候辛苦了 就会哭 不 我爸妈妈我不练了 不会吗 肯定会哭到的他 刚开始其实是有一个 小被就是被动了 就是要我们去逼他 但是第一次就在16年 他第一次拿到了广东省的 中国武术比赛 他有了一次的一等奖的金奖 对 而且是全场最小的 一个选手 他那一次比完赛后 拿到奖后 他才会真正地去接受这一看 他觉得武术 中国武术带给我的成就 带给我荣誉 孙俊你四岁的时候 就拿到第一名了是吗 对 而且我要补充一个信息 刚才孩子妈妈讲 16年的时候拿的是 国内的一等奖 对 广东省 广东省 现在小俊已经拿到了 国际级比赛的金奖 对 金奖 我们送上掌声 好棒 我问你一个问题 平时在家练功的时候 是爸爸对你要求严格一点 还是妈妈对你要求严格 妈妈 妈妈更狠 她有多狠 一百 一百个狠 她怎么那么狠 看着没有那么吓人 她会怎么样严厉的 这叫秘密不可以告诉你 不可以告诉你 那告诉我 妈妈是不是在家狠起来的话 是不是连你跟爸爸一块骂 你也带儿子的点东西 爸爸跟妈妈你更害怕谁 最怕就是妈妈 妈妈是不是对我好 妈妈对你好 那你看你练功的时候 多累 多辛苦 你都哭了 他们都还让你练 那你不生气吗 不生气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有人受伤 我可以帮助他的 最后我们还是论论俊宇 过年了 新年的愿望是什么 新年 没想过 没想过 或者你长大之后 都有什么目标吗 我长大要当个武术教练 武术教练 因为今天我在想 因为过年 我觉得小朋友 因为叔叔也没给你 准备新年的红包 送你一样 什么样的礼物 你会比较开心 我想到了 给你一个惊喜好不好 好 黄飞红叔叔 给你送祝福 请看大屏幕 卢俊宇小朋友 你好 我是赵文卓 也是黄飞红的扮演者之一 非常开心 你能喜欢我 和我演出的角色 你这么小的年纪 就可以这么吃苦 这么认真 相信将来肯定 大有作为的 练舞最主要是 赤之以恒 希望你能加油 坚持 希望你越来越好 开不开心 开心 你要不要对着镜头 万一赵文卓叔叔 也在看我们节目 你想对他说什么 我已经会超过你 希望我可以努力加油了 这是战书吧 这是 我相信 电视机械 如果看到这一幕的 赵文卓叔叔 一定很后悔 录这个视频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小俊宇 你一定有机会的 因为你才六岁 对 有什么话 对爸爸妈妈说 妈妈辛苦你了 爸爸辛苦你了 来吧 有请爸妈到台下 接下来舞台留给你 加油 我心里一直有个梦 小学松三少年学武功 留下电影迷你帅气的超人 请下战役 飞扬走壁 师傅里 为何可以学为优胜 现在一片 构草一片 你却 亏亏一首队伍说 赶紧练功去 脸龙 脸龙几起 冰几乎的太阳 往上海绕 飞扬两环 一日不远 尺空 心目学习的 学义 学习学历 过日心中浪迹 英雄拍下十年功 会在下一分钟 艰难寂寞水会冬 好奇回忆的风中 神经推自幽浓 传承与代工风 英雄拍下十年功 会在下一分钟 艰难寂寞水会冬 好奇回忆的风中 神经推自幽浓 传承与代工 我们都知道 少年强则国强 在小俊宇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未来中国的希望 谢谢您的表演 非常棒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 我们今天越战越勇 特别节目的第一轮 对决时刻 来 掌声有请李奥利 来 首先我们这一轮的投票 有请评委 好迪 说实话我比较喜欢李奥利的那个 说唱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他们就是表演出来 就是中国文化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 反正只能投一个完呢 这个咋整 说实话我就喜欢 那我就反对票 我都投给小黄分红吧 明白 这还是记仇 好 来 有请下一位 小葱花 我感觉吧 奥利吧 他跟 他总是跟我是好朋友 你们俩是好朋友 那好朋友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投呢 对不起了 你也投给黄飞红了 是吗 这就不对了 怎么能这么做人呢 对不对 你看那个都有两个人 投反对票给黄飞红了 那对吧 你看我这么会做人 我就平衡一下 我投给你啊 你傻意 我怎么会做人呢 我看出来了 这个事啊 是人 他就有时候有情感作用 这个时候必须得 交给机器人 小爱 人类是靠不住的 今天为什么把你请到 越战越勇现场 当评委 因为我们还是相信 机器人的判断力 请发表你的观点 两个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但是这种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吧 还是交给李丁哥哥去解决吧 那我干吗 还是有好办法的 我也心疼啊 来吧 最后关键一票 有请李丁大牙哥哥 真的我就从音乐的角度来分析 那个 这样你们呀猜拳来决定好不好 好专业的你们呀 你们谁输了 从音乐的角度猜拳来决定 这什么评委 是不是导演组实在行不着人 就李丁春节有空是吧 没上球打的就别一个是吧 好家伙 你咋到摄影师了 我跟你说李丁 我对你刚才这句话意见很大 越战越勇在观众心中 是分量很重的一档节目 岂能而戏 但是两个小朋友在我心里面的分量也很重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 听你的 来吧 那位小朋友 那咱们就按照这个国际标准赛法 剪刀石头布来决出接下来的胜负 你看他怎么样 好吧 来第一局 三 二 一 你这练舞的人啊 最大的毛病就是实在 你看你别欺负弟弟好不好 三局呢 就把你让给他 你还出石头好不好 还出石头 然后他出石头 你出步 然后你就赢了 好不好 好 来 第二局 三 二 一 你怎么那么坏 会不会很难过 让他赢吧 因为他唱歌很厉害 所以你觉得他唱歌很厉害 唱歌方面你要向他学习 对不对 是 你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的 有武术家的气度和胸怀 对不对 给弟弟一个拥抱好不好 好温暖 而且俊宇 叔叔要跟你讲 为什么叫做特别节目呢 打破常规 过去赢了的人很开心 从这一期节目开始 我们都是输了的人很开心 今天所有在这个舞台上 挑战失败的小朋友 都会获得大礼包一个 来 请看这边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俊宇最喜欢的就是 托拉艾梦 最喜欢机器猫 所以新年了 叔叔送你一个 机器猫的小书包 旅行箱 带着它 可以四处旅行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作为黄飞鸿的第八代船人 拉上机器猫的旅行箱是很拉风的 最后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 谢谢你 陪我那么开心 我也要谢谢你 好 带着你的礼物 祝你新年快乐 再见 只要您登上我们的舞台 您就有机会 获得由荣生冰箱提供的 价值有五千元的奖品 本来部奖品 由荣生冰箱 独家提供 荣生冰箱 质量保证 这里是乐战愿勇 春节特别节目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晚的三号选手 掌声有请李世恩 李可恩 春节快乐 跟大家打个招呼 之前的叔叔 阿姨 阿姨 奶奶 祝大家春节快乐 其实现在我们中国 已经进入了二胎时代 国家也在鼓励 每个家庭能够多生几个宝宝 但是我就其实挺想问 这个姐姐和弟弟 所以你们平时在家 一起玩的时候多吗 挺多的 在家里会不会 就是姐姐照顾弟弟多一些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姐姐比较霸道 非常喜欢使唤我 使唤你 这跟我平时看的 新闻报道生二胎 感觉不一样 对 不是应该姐姐照顾 不都应该姐姐照顾弟弟 对 答应你才对 对 他就是 我姐姐比较贪吃又比较懒 然后平常如果 他如果想吃的东西 都让我下去给他打包吃 比如说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然后我都不跟他抢 因为我抢不过他 然后他平常如果眼神一瞪过来的话 我都会非常害怕的 弟弟 你在家没少挨掐 挨揍 这么直白的说姐姐 而且最神奇的是 姐姐一句反驳的话都不爽 姐姐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一个姐姐吗 是啊 是 你看 是 你看 他理直气壮的是啊 因为他比较乖嘛 然后听我的话嘛 然后有时候我犯了很多小错误 然后他心情好像帮我背锅 在那里面看别人家 人家都是姐姐照顾弟弟 你不羡慕吗 你没跟你姐姐说 你得照顾我 我小 我也挺羡慕的呀 然后就是我也跟他讲了呀 可是本性难改 本性 小小年纪了解本性了 对啊 大概你还是很骄傲的 那种感觉说这句话 你们各自认为 爸爸妈妈最疼的是你自己 还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妈妈他比较偏向我弟 怎么讲 就有时候嘛 我们俩都犯错误 然后他就打我打重点 打他打轻点 会不打他 反正就打我 妈妈偏向弟弟 那爸爸呢 爸爸应该偏向我一点吧 那还是平衡的呀 弟弟呢 你的感觉呢 我觉得我妈真的真的偏我一点 我有个问题还蛮好奇的 比如说姐姐 因为你以前呢 你也等于是独生子 因为那时候家里就你一个 爸爸妈妈都疼你 结果后来家里多添了一个弟弟 那你心里会不会觉得说 有一个人啊 然后爸妈妈爱他们了 不像以前那么爱我那么多了 会吗 肯定呀 这个我想了非常多 你想了非常多 你想了什么 就是以前嘛 就是怎么说呢 我在那边玩 然后他们两个 就一直照顾我弟弟 都不照顾我 然后我就很伤心 你觉得多了一个小孩子 分你的爱 对 没错 那你现在觉得 你有这个弟弟 你更开心 还是当初只有你一个孩子 你更开心 肯定有弟弟开心啊 你看人家独生子女 他就在家很孤独啊 你看我跟我弟弟 再怎么样 还可以答应当到我了 挺开心的嘛 虽然爸爸妈妈的爱 分出去了一些 但是弟弟 给回来的爱更多一点 更多一点 小丛花 你有哥哥 弟弟或者姐姐妹妹吗 没有 你家里就有一个 嗯 那小丛花 那如果要是你有弟弟妹妹的话 你会使唤他们吗 让他们伺候你 照顾你 如果他们抢我完 就我就揍他 我就揍他 今天其实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看台下其实很开心 那是爸爸和妈妈 对吧 好 咱们把这个 二位请上舞台 来 有请 这个爸爸妈妈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姐弟两个妈妈 我是大小的爸爸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 说家里面一个女儿不够 决定再生一个 是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们结婚就要两个孩子 我自己也是那个独生子女嘛 也经历过 然后觉得比较孤单 然后我就跟他爸说 我们要不要再要一个 就这么来了 而且很好啊 这家庭一女一子嘛 凑一个好啊 但是刚才两个孩子在台上聊 也不是都好 也有投诉 说爸爸妈妈有时候有偏心 真的会有偏心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两个孩子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跟他爸的 教育方式也不一样 小的就比较暖男一些 平常我工作也比较忙 然后姐弟俩放学回去 弟弟就会给姐姐煮饭这样子 煮饭 对 洗碗什么 洗衣服他都会 家里做卫生他也会做 所以弟弟远远 比我们想象的做得还要多 对对对 有时候也会发牢骚 然后呢就是 如果爸爸平常回去晚的话 他那个回去的时候 也会很暖心地问 爸爸你饿不饿啊 我给你热饭啊 所以这是做家长 有两个孩子 最幸福的地方 所以那个可恩是恩对吧 那那个台下曹颖阿姨家里边就一个孩子 有没有要劝劝他们 再生一个 今天算上可恩再劝曹颖姐再生一个 已经第四次有人再劝的再生一个了 你们这些还没有孩子的 不要跟我聊天 真的 所以我提醒台下的嘉宾 这个话题不仅仅是说给曹颖听的 也不是说给我听的 好弟 是吧 李丁 抓紧时间结婚 这一个幸福的家庭多好 对吧 为什么成不了腕 对不对 你没有家庭后盾能跟你讲 是 好弟 李丁 你们抓紧时间各自结婚 不是你们抓紧时间结婚 我在听怎么那么别扭呢 你们明白就好 好不好 好 那也祝一家人幸福 哎 你们都忘了 感觉好像这一回合要结束了 不对 还没开始演唱呢 对吧 爸爸妈妈要给宝贝们加油 好吧 接下来因为舞台要留给他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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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风轻不碰不弯 白浪中沙滩 没有夜宁追斜阳 只是一边还冷冷 坐在门前你爱相伤 一片片幻想 夜市黄昏的沙滩上 对着交一两对半 那时外婆煮着掌 将我手轻轻弯 在这步步走向迂回 暖暖的澎湖湾 一颗脚一声笑一声 想我许多是黄 直到夜色吞没 我聊到回家的路上 澎湖湾 澎湖湾 外婆的风无闻 有许多的童年幻想 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渣 还有一位老船长 谢谢姐弟俩的合作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进入对决时刻 有请我们的类主 李奥利 开始我们这一论投票 让我们首先有请评委李丁 太好了 我觉得澳利还有可恩 世恩的 他们的都 澎地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先投票 我先投 刚才不是从你那开始 不是一直得从我这开始吗 谁告诉你 就是一直从你那开始 那不行 让我当坏人 不行 我不干 我得从我这开始 不 不 从我这开始 得从我这开始 从我这开始 你这样 我集中生智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你们两个人 好地 李丁 各自上来代表一队 好不好 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认为行的话 掌声告诉我 他们各自代表一队 分别表演节目 谁赢了 这一对应的小朋友就获胜 好不好 好 正好是过年了嘛 比一比 好不好 来来来 上来来 好 这样 好 让他们自己选 好 你来选 你想选谁 李丁遭到的嫌弃 那个姐弟俩 你们想选谁 也要选好地 不是 都可以 我给他们的表情 我没有每次选 不 不 不 即便你们这样 我还是会尽力 为你们拉票的 你放心 咱们这样 好地 先来 好不好 你替奥利拉票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才艺 来征服现场的观众 这样 很简单 台下现在不撒个评委吗 如果你们的表演 能够获得小葱花的支持 就算获胜 好吧 那就唱歌呗 好不好 好吧 那我都唱一个 接地切的吧 最近还比较火的一首歌 我们不一样 好不好 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不一样 每个人能有不同的境遇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等你 我们不一样 每个人能有不同的境遇 我们都希望 来生还能相遇 谢谢 大过年 你在这唱 我们不一样 我们看得出来不一样 还需要那么证明 你对刚才好弟哥哥的表演满意吗 非常满意 我听过这首歌 你觉得他唱的和原唱比哪个更好听 他唱的更好听 我跟你说 你这话说的 你们俩就像亲兄弟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组 要不咱们就回去吧 来吧 接下来你是唱歌还是相声 我觉得既然站在《越战越勇》 他们一个歌唱版的舞台上 我肯定不能说相声 对吧 我应该拿出音乐方面的才艺 好 行 好地赢了 恭喜你赢了 没赢 没赢 还没赢 你先站好 站好 站好 我其实只会两首歌 《飘洋过海来看你》和《我要你》 我这首歌要把《我要你》 送给这家俩 希望他们互相需要彼此 然后能够永永远远 兴兴富足 快看进去的作战 好 好 来 我要 好 大好听我 第一句不太好 我用我的歌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还有评委 因为我唱得真的实在是太好了 太好了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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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唱到这里 我用我的歌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还有评委 因为我唱得真的实在是太好了 太好了 我对不起你们 好吧 来 小朋友站到后面 小朋友站到后面 接下来有请T战队员 有请李丁 好弟 来到我们的挑战区 有请 小松话 你代表三位评委 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 两位哥哥 你认为谁唱得更不好 请投出反对票 对不起了 对不起谁呀 因为把考天叔叔他唱的 我爸爸喜欢那个歌 我爸爸喜欢那个歌 我爸爸喜欢的那个歌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所以李丁啊 为什么人家都不选你呢 刚才 浩丽 拿起话头 你还是我们的类主 请到类主去 感谢浩丽 好 谢谢浩丽 下期休息 加油 加油 过年的时候 没想到冲出这么一个大哥哥来 感觉年都没过好 对吗 其实我要说 人生就是这样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赛翁失马 焉知非福 有时候你看似好像太痛苦 太难过了 其实这时候好事在等着你们 你看 奥利赢了 他赢的是坐着的机会 你看似输了 但是你们却赢得了两样礼物 开心吗 来 有请李丁哥哥到后面 拿出我们的新年礼物 一个红色的 一个蓝色的 知道姐弟俩特别喜欢运动 祝你们新的一年 挑战这个短花板也能够很厉害 好不好 祝你们新年快乐 继续进步 加油 谢谢你们 再见 这里是越战越勇 春节特别节目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出场 掌声有请 苗族同声合唱团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贵州省当代县洋务民主小学 苗族同声合唱团的同学 所以你们既是同学 同时现在还是合唱团的团员 对吧 听说你们经常在一起排练 很熟悉 很默契 那叔叔就要考验一下你们了 谁最调皮 这个问题都不犹豫 所以说我已经留意你很久了 你在这个女团当中 本身穿着打扮性别就跟人家不一样 今天是谁跟你们一起来的 老师 老师也来了 老师叫什么名字 咱们给他请上来 莫老师 莫老师 掌声有请莫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评委老师好 台上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莫老师 新年快乐 那莫老师长得也拔拔脸 像小女生一样 如果站到这里面 都不仔细看 我就很像学生 莫老师这个合唱团 团员大概有多少呢 我们团有54个人 都来了吗 没有 那么这台上的几位 就是我们其中的代表 你们在贵州的哪个城市呢 我们是在贵州省丹寨县 阳武民族小学 就是阳武镇 这些孩子们平时 都住在学校附近吗 对的 他们都住在附近的一些村寨里面 那么我们有80%的同学 都是留守儿童在我们团里面 都是几乎都是跟自己的 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像他们爸爸妈妈这一辈的 几乎都出去打工了 每年能够见到爸爸妈妈的时间 很短 对吗 几乎跟在学校 跟老师相处的时间更多 跟爸妈的时间还少一些 比如说我问我身边 这位小朋友吧 上一次见到爸爸妈妈 是什么时候 之前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都快一年了呀呢 爸爸妈妈回家过年的时候 待了几天呢 只待一两天 你会跟他们经常打电话吗 打电话的次数很少 因为他们那边经常没有往 多次的话都是他们打来的 跟你打电话 你一般会跟他们说什么 他们会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他们 嗯 乖啊 小伙呢 你呢 我很想我爸爸妈妈 多长时间没见他们了 一年了 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那么辛苦吗 找钱给我和我姐 上学 读书 对吧 你的理想是什么 当兵 当兵 加油 小妹妹你好 你的爸爸妈妈也是在 去年春节的时候 见到的吗 对 他们在哪里工作 在广东 也在广东 嗯 他们回家可以待几天呢 三四天 你看一提爸爸妈妈 你就哭了 还没有问到你的时候 你就哭了 你既然那么想他们 你有没有跟他们讲过 说爸爸妈妈 你们别出去工作了 我更想你们在家陪我 曾经说过吗 说过 然后爸爸妈妈 怎么回答你的 他们工作大忙了 他们说没有办法做到 对不对 你还记得爸爸妈妈 长什么样子吗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 我们隔好长时间 不见一个朋友 都会忘了他们的样子 你们会忘了 有的时候偶尔忘了 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了吗 会 会 我就说 这是谁怎么来到我们家门口 后来他们向前来抱我 爸爸妈妈抱你 然后你一下子就知道了 这是我妈妈 是我爸爸 对不对 你好 你好 好 你也是七年春节的时候 见的爸爸妈妈吗 不是 我爸爸妈妈去湖北 将近一年 将近两年了 所以你有两年多时间 没见到他们了 没有 最长一次多久没回来 八天 八天没回来 还是回来待八天 嗯 回来待八天 他说 我奶奶告诉我 我爸爸有点胖 奶奶告诉你爸爸有点胖 就是言外之意 有时候你会 会对父亲那个形象 有点模糊 对吗 嗯 那你现在又很久 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 如果给你机会 你现在想跟他们说什么吗 爸爸妈妈辛苦了 谢谢你们为我们出去 为我们的未来 为我们去辛苦的工作 上次爸爸回来 有给你带礼物吗 他给我带来了一个玩具 还有蝴蝶结 那你有给爸爸准备什么礼物吗 我每天早餐 有的时候得钱比较多 我就会只吃一两块的那个早餐 如果不得钱比较少 那我就干脆不吃早餐 春节为他买鞋子 所以那次春节 你给爸爸的礼物是一双鞋 因为上回 去年 因为上回我爸爸回来的时候 发现他的鞋子特别地破 今年过年了 他们今年会回来吗 不知道 我真的希望 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们的爸爸妈妈就在家里面 和你们一起在电视机前看这期节目 好不好 好 所以你们要把最漂亮的那个状态 给爸爸妈妈看 好吗 好 虽然说他们缺少了陪伴 可是也让他们能够更懂得 怎么去爱别人 因为可能我觉得他会比同龄的一般的孩子 更渴望那种爱 所以他们对爱的理解 我发现可能就更深刻 因为你知道当时我在出去拍戏的时候 曾经几个月不回家 我跟儿子视频的时候 他抱着电话跟我说 说妈妈我想你了 然后他在那边哭 他跟我说你现在不要挂电话 因为明天要上课我要睡了 我能不能抱着 就是你不要挂电话 我抱着你睡 我说好 你知道那时候那种心里面那种难受的感觉 我只不过是分开几个月而已 而他们从小到现在多少年 所以也是希望说 当然了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希望有一天不再有留守儿童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幸福快乐地成长 我们一起祝福 一起加油好不好 没错 我们要加油 而且我们要知道 爸爸妈妈在外面那么辛苦 他们会比你们 见不到爸爸妈妈想他们 还要更想你们 对吧 所以你们在想爸爸妈妈的时候流眼泪 妈妈爸爸想你们的时候 他们也会流眼泪 对吧 所以他们现在 我相信此刻正在非常努力地工作 咱面对镜头 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你们辛苦了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我永远爱你们 爸爸妈妈你们为我们的未来做出了奉献 我永远爱你们 你们是天下最乖最乖的孩子 过年了 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你们 好不好 来 请回头 宝贝吧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孩子们的 爸爸妈妈妈 你们的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你们 他们很难请假的 但是他们接到我们导演的电话 都决定要耽误几天的工作 给你们一个惊喜 其实爸爸妈妈妈们他们在后面已经等了很久了 你们刚才讲的话他们都听到了 其实我们为了生活 就是在外面一直把小孩子放在家里 就是缺少给孩子一个陪伴他 真的是内疚 但是也没办法 其实我觉得最难得的 就是刚才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这些孩子虽然还小 但是他们都理解爸爸妈妈 没有人有误解 没有人对爸爸妈妈有埋怨的情绪 这是真的让我们很意外的 我觉得孩子们很成熟 我们特别理解 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 好像突然这一刻 要觉得说对孩子说点什么 又有点张不开嘴 对吗 这就是和孩子好像 确实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做家长有一点点责任 错失了他们很多成长的时刻 所以特别希望你们在外面多多保重 每年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 真的抽出多一点时间陪伴孩子 今天孩子们来到这个舞台上 除了爸爸妈妈是给你们带来惊喜 你们要给爸爸妈妈带来惊喜 对不对 要让爸爸妈妈看到 过去这一年当中 你们又进步了 跟老师又学到了很多本领 而且今天把这个本领带上了 中央电视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对不对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唱歌的时候 爸爸妈妈也不离开 他们就在台下支持你们 好不好 和老师一起把这首歌唱给爸爸妈妈 好吗 再次送上祝福的掌声 来 有请各位家长 到台下就坐 让你们真正体会一次 给孩子开家长会 谢谢 道路上鼻子上努力障 gedaan 出去笑在街上鼻子上YoYoYo 我 Orient都明明しみに 距離要領我 歐陽作道舅周ril 歐陽 才能起点很障礙依 понрав 把蝦量保安 你咱咱咱 我咱咱咱 接下来就派你当代表了 好吧 王志一站的时候 对决的时候很紧张的 你行吗 行 是吗 加油 来 邀请李奥利哥哥 来 首先有请李丁 奥利绝对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一个小朋友 但是这些小朋友 这些苗族的小朋友 他们这种骨肉相聚的 这样的场面 会触动到我心里边 非常柔软的地方 确实是台上枯作一团 我们台下也是热泪盈眶 所以请奥利理解我 我希望苗族的小朋友 能更长地待在舞台上 能让他们和他们的父母 更开心一些 请你理解我 好吗 奥利 谢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人工智能评委 小爱 李丁哥哥既然支持了 苗族同声合唱团的 小哥哥小姐姐 我就支持奥利小哥哥吧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金哥哥你帮我按一下投票器好吗 好的 那你是要 谢谢 你是要支持苗族的小朋友 我要投给奥利小哥哥 没有 他支持奥利 那苗族的小朋友也听你理解啊 你看 李丁叔叔呢 把反对票投给了奥利 然后小爱呢 就把反对票投给了苗族小朋友 对不对 所以按照惯例 奥利知道我该怎么投了 对不对 我的节奏要特别地好 所以你看 我的反对票就投给你 这样我们能保持步调一致 好吗 奥利 加油 别着急 后面还会有变化 因为评委当中最资深的还是小葱花 对不起 我要上洗手机 这都给交给你们了 太难了 你成这孩子 录个节目 我就说你得背上尿不湿 幸好 好地夫的哥是穿着尿不湿来 你肯定不能去厕所啊 好地 这什么意思啊 关键一票 交给你来做出选择 你说淘汰谁 就淘汰谁 你说谁获胜 谁就获胜 那就 你先替人家做选择是吧 趁小葱花去厕所 你先做一个打评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到你那儿呢 还是做出一个最终选择 这个不对啊 坏人还是我做的呀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就这样吧 你嘴都抖了 我打开我自己吧 让莲莉来当评委先不 让她来当评委先不 我就坐边上 来来来来 我同意 因为她那么可爱 来 奥莉快来 奥莉快来 你过来 来 请到我们的评委席 你现在就评委了 这个评委我不当了 祝贺你李奥莉 成为越战越勇的评委 还有一份奖励 送给你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新任评委 李奥莉同学 新年快乐 祝你学习进步 谢谢杨帆哥哥 谢谢这位评委助理 要不要好做 这里是越战越勇 我们的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 下一位小朋友出场 掌声有请李明泽 他要说 祝叔总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过生日 对不对 大家好 我叫李明泽 你们叫悠悠 今年十岁了 我是一个知性 优雅 阳光幸福的小男孩 我还会做甜品油 希望大家喜欢我 我误会 我以为今儿你过生日呢 这是你的爱好是吗 对 喜欢做甜品 真的假的 你做的 真的 还真棒 而且观众朋友 通过这个照片 你们发现一个细节 李明泽 对不对 你看这个照片 看这个长相 看这个姓氏 是不是有点像 李丁失散多年的亲儿子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外打工 我们一年只能见一面 这样 叔叔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这个礼物 我特别希望你交给一个人的手里面 他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评委助理 好弟 送给那个好叔叔 怕做蓬佩尔不容易 送给他 好 谢谢小帅哥 谢谢 所以那意思告诉好弟 以后来我们这当助理 每次都有礼物收 你那么厉害 你会做甜点 那是跟你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我猜一下 爸爸是厨师 不是 妈妈是厨师 不是 二大爷是厨师 不是 家里有有人是厨师吗 没有 妈那你跟谁学的 刚开始是因为 我妈妈嫌外面卖的东西不健康 她在家里自己买食料做 然后做两次就不做了 然后呢 我一看 那么好材料不能浪费 然后就让我妈妈教我 可是她教我 她教会的 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欲望了 所以我就从网上收食谱 然后自己做 上网 然后你自己钻研 自己研究 这是你自己琢磨出来了 对吗 爸爸妈妈不是厨师 不是 都是警察 他们做什么工作 警察 爸爸妈妈是警察 今天台下那个是妈妈吗 对 那咱们把妈妈请上来好不好 好 来 掌声有请 李明泽的妈妈 主持人老师好 你好 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各位评论老师好 过年了 这个能放个假也不容易 对对对 平常我们工作还是比较忙的 一般过年的时候应该 对 其实过年的时候 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平时倒是妈妈工作更忙一点 还是爸爸工作更忙一点 我感觉我妈妈工作更忙一点 我们是属于就是平常还好 平常呢就是正常上下班时间 然后 是朝九晚五吗 对 朝九晚五 但是呢 今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 今年前前后后加起来 出去了 就截止目前要有三个多月了 所以对于你来讲 过去的一年也就过了九个月 对对对 陪伴孩子的话就九个月 对 就是这一年对我来说 是一个考验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 离开过那么久 见不到孩子那种思念 那种想念 我相信你是有这种 切身的体会的 对对对 就是他每天都会跟我视频聊天 然后就在视频里就哭着说 说妈妈 我就只想让你能从视频里出来 你就抱我一下 说你就抱我一下 我就满足了 就这样 然后心里就特别特别酸 然后还要再鼓励他 我说悠悠 你知道妈妈是在为我们 这个社会的安宁 在去奉献 所以说孩子她也能理解 是这样 妈妈说得多好 但是今天可以在舞台上 说实话 妈妈有没有承诺给你的事情 她没做到的 没有 真的没有啊 真的没有 有没有说答应 带你去那玩 然后最后她没去 她现在是已经把 就是因为我这两年陪她比较多 就是只要有时间 我也不出去 就做别的事情 都会放到她身上 所以说她可能把这 就是不好的记忆给抹去了 也就是言外之意 这两年不敢乱许愿了 对 之前有过 之前对 之前 在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是 她上学的时候 就有一点闹 不想去上学 那我就告诉她 我说你如果去上学 妈妈带你去游乐场 坐过山车 然后呢 也因为忙 就一直都没有去 直到她偶尔就跟我说 妈妈你看那个 谁谁谁去哪哪玩了 谁谁谁去坐过山车了 她不说她想去 对对 然后我想 对 我还答应她的事 还没完成呢 你还挺厉害 你还会暗示 平常是个很暖心的一个孩子 所以你看到 会看到孩子身上的成长 对对对 因为既你刚才讲 第一次离开家很长的时候 孩子会不理解 对 到后来理解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是 他们是在替周围很多很多的人 来保护他们 对吧 对 孩子会理解 是这样 所以永远不要低估孩子们的 这种成长和成熟 是 那就让我们送上掌声 送给家里的妈妈 爸爸 也送给所有的 我们的人民警察的同事们 你们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 好了 那接下来舞台又留给你了 表演之前有什么话 对妈妈说 妈妈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宝贝 好 加油 舞台留给你 加油 林泽 不错 这个粉刷酱也是你的另外一个梦想 希望你加油 今天过年 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小朋友 登上这个舞台都能够开心快乐 下面进入对决时刻 来 邀请我们的贵州同声合唱团的 小朋友代表 这一回合让我们首先有请好地身边的专业评委 李奥利 首先点评 因为很暖血 可是我又觉得那些姐姐更辛苦 因为我穿那个边脸 我妈也非常辛苦 大概得穿十多分钟吧 那个脸带得非常麻烦 你觉得他们也不容易 对吗 对 所以你要支持他们 对吗 对 他投给了我们做甜点的小哥哥 奥利 你点评非常好 而且你真的点评的 比你旁边的好地哥哥要好 所以你真的适合当我们的评委 好 谢谢你 来 接下来我们听小葱花的点评 你是不是又想上厕所了 不是 那你反对票投给谁呀 那还是 那对不起啦 你也知道一人一跳 平衡一点 这个到我投票了 对 C位无压力嘛 而且讲老实话 我的确是特别心疼我们这些 留守的孩子们 特别希望他们在舞台上多待一会儿 再加上 我认识李明泽 我之前呢 在其他节目当中 也看过他的一些表演 他多才多艺 所以李明泽有特别多的舞台 你都能表现特别好 对吧 所以我把反对票投给你 所以你典型的杀手的 好 来 小爱 他又看向了你 小爱 小爱 哥哥 你不会要上厕所吧 不会呀 又再帮我一次吧 我不帮你 我刚才已经吃了一次亏了 我不能再帮你了 你跟哥哥 我没有电了 需要充电了 学得好快呀 你刚才不是想 你想帮我把票投出去 没电的声都出来了 我交换了一个机器人呢 我的天啊 我跟你说这个小爱 确实是第一代试验产品 她这个待机能力 确实是差了一点 你赶快替小爱选一下 我 那我 那我只能先打平吧 二比二平吧 好 小爱 你确实是没电了对吧 小爱火过来了 没听说的 这是李丁干的 跟小爱无关 最后一票 李丁 我该上厕所了 我上厕所来吧 你给我回来 我怎么投 你这不难为我呢吧 我都替小爱投过 不是 再投一次 这样吧 你看既然是过年对不对 过年都是一家人团聚 所以你要当坏人了 所以 所以明泽 咱哥俩要团聚一回 行不行 什么意思 明泽 我把我自己淘汰了 好不好 来 我把 我把 我把评委席让给你 来让评委了 来兄姐来 我来请你了 等等 不能说就走 那个李丁哥哥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姐 我可送礼物了 过年了 祝你再新的一年开心快乐 学习进步 然后也祝你看 过年嘛 马上这个新气象 新改变就是 你已经不再是选手了 你现在是我们越战越勇的评委 对 好吗 请跟你的保镖到台下就多 让一让让一让 好 让一让 对 慢点 慢点 恭喜我们的人民警察又多收了一个儿子 谢谢我们的评委 所以在这里又宣布 今晚越战越勇的冠军是 每一位登台挑战的小勇士们 来再次把今晚 所有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小朋友 重新请回舞台 所以我要说 真正的越战越勇的忠实观众 一定能够看出来 今晚的节目和平时不一样 我们没有那种针锋相对 也没有那种紧张感 真的就是想让所有 学习了一年 进步了一年的小朋友 能够感受越战越勇舞台的快乐 今天你们快乐吗 快乐 我知道你们快乐的原因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礼物 对不对 新的一年了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越战越勇 学习进步 这里是越战越勇 再次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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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